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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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天真 今香天子安眠 今香天子安眠 欢迎各位回来 我们现在听到的很甜美的声音呢 是来自于南投山上的小朋友 布农族的小朋友的声音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 我们这部纪录片加CD的导演 梁志玲先生 黑人哥哥 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刚刚谈到说 你做第一张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团体 就已经没有办法 我记得你那时候还蛮想要去拍他们 招生的状况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 有什么机会可以拍到 就会尽量去拍 可是第二章就 第二部就不是这样 对不对 是你不想拍也得拍 也不是这样讲 就是其实第一部的时候 其实老实说我的心态 其实还蛮现实的 因为他们一开始说 要成立一个原生音乐学校的时候 我就想说 这个世界上有理想人真的太多了 但是达到理想人真的是屈指可数 我没有说是不看好 但是我也没有特别看好 因为我听到太多的理想在我的耳边回荡来回荡去的 然后那时候还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在拍第一集的那个过程之中 其实第一集还蛮好玩的 他根本 那时候根本开始根本不是为了要拍纪录片 只是马校长要掉下 然后他想录音帮小朋友留个纪录 然后留个纪录的时候 然后找到大宗 大宗就找你 然后找小和老师来帮他们录音 其实就只是这样 那我们想说 可是录音我们帮不上什么忙 然后我们是拍片的 所以我们想说好吧 那拍个花絮 身边来拍 对 而且 而且是拍花絮 因为我们看很多偶像明星不是CD里面都会附上那张DVD吗 有他的MV啊 录音的什么花絮 本来想拍成这样子 可是在拍的中间就认识越来越多的小朋友 知道他们越来越多的故事 后来想说 把他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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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后来他变成一部纪录片了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 计划中的事情 他也不是深思熟虑的作品 他完全就是一个 边走边整队做出来的东西 然后在第一部的后面的时候 他 马校长跟我讲说 他们要成立这个原生音乐学校 然后开始要去到处去招生 对 然后招生的时候就跑到各部落去 然后我就在想说 你们要招生 这个是完真的吗 他是说完真的 可是我心里其实还没有很相信 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讲说 他要去招生了 问我要不要上三年去拍他招生 我就说 哦好啊 去拍 拍完招生以后就说 招生只是一回事嘛 开学又是另外一回事 嗯 然后 等到他后来招生完了 有一天又打电话说 我们要开学了 啊 要开学了就上去 拍真的来一群小朋友 然后就开学了 然后我想说开学了 好开学是一回事 你可以撑多久是一回事 你为什么一直在旁边 看说风凉话的感觉 我没有说风凉话 我只是心里的想法 因为那个因为他们的那时候的设定 其实我觉得非常尊敬 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大压力 第一个在山上的很多父母 他们都是经济弱势 嗯 对 然后呢 所以呢 如果你把那个入学门槛从零提高到一 他们可能就不来了 比如说你要他们自己把小朋友送到学校 他们可能就不来了 哦 这很可怕 在我们市区里面可能是很简单 可是他们在山上很远 因为最远的小朋友 他坐六七十公里的车子 坐一个半小时 嗯 然后你要他从那个部落到这个部落 那很难有爸妈可以有支撑这样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有交通车吗 现在就是由学校出钱租交通车 付邮费付保险费 然后你就要到你家的部落的那个村口 嗯 等公车就好 然后这个是专车 我想还是要再跟 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台湾原生学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怎么样子产生的 他是一个啊 他是一个 因为这样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 哎 这个学校是不是真的一个学校 其实他不是一个实职的一个学校 对 他是礼拜六礼拜天 对 他算是一个 有点像合唱团是 也是一种啊 就其实音乐 音乐的一种 那种课 课后辅导 对 中心之类的这样 讲穿了有点像才艺一般 可是他是一个理想非常远大的才艺一般 嗯 因为为什么 其实像念玲你练过合唱嘛 我也练过合唱 合唱有一个很 你有练过合唱 开玩笑 你不了解 我都不知道原来现在你做这个这件事情是在完成你儿时未完成你当时就是被合唱团踢出去 没有 我还唱第一部我跟你讲 真的 那因为那时候马校长他们就是有建于说小朋友有毕业了就不能唱了或者是像校长会调来调去那学生有一直要解散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也是希望小朋友可以一直唱对不对 这是其他一个原因因为他们通常在第三年有国外表演以后就会第四年就会有国外的团体邀约 比如说到欧洲去巡演 可是每次他们写email给马校长的时候马校长回来他们说我调职了所以合唱会解散 对于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他们觉得很难理解 为什么会解散 对一个人的调动会让一个美好的声音消失 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 所以成立这个学校就是说他是体制外的 然后校长是义工 所以他可以一直下去不会受校长的调职影响 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到练合唱 练合唱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步要唱对 第二步唱对第三步唱对 合起来是对了才能再教下一句嘛 嗯 对不对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第一个 要第一句唱对 没有就是第一步啦 第一步就三步一起唱对你才能往下继续 你要做很多的调整 所以第一件事情小朋友是不是就在培养他的耐心 嗯 然后第二个要培养他的专心 第三个大家会包容 然后要遵守大家的纪律 可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是学习中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呢 嗯 所以他们是希望借由合唱 借由合唱让小朋友学到这些好的品质 然后带回去他们的学习上面 嗯 所以他们礼拜六来练两个小时 礼拜天来练两个小时 所以他那个合唱的能力进步时期是还蛮缓慢的 嗯 他们其他时间在干嘛都在上英文跟数学 他们在音乐学校里面上英文跟数学 对因为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呃 原生音乐学校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合唱团体 嗯 他其实是一个教育团体 嗯 他希望小朋友能够累积学习能力 然后以后在他生活中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嗯 而不是只是就是大家觉得的运动选手或者是歌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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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而已 或者是只是待在家里务农 他希望他可以选择 嗯 然后他可以选择 如果他有一天他要在部落里面当农夫 那他是他选择当农夫 当农夫的 而不是他只能当农夫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想要达到一个地方 对 因为呃其实原生音乐学校是有一群老师 嗯 是退休的老师们 其实还蛮多的 其实我可以这样讲好了 他们就是一群冲动的老年人 加上一群 诶你这样讲你惨了 我们这个这个节目会 网路上随时都可以听得到的 你惨了 哈哈哈 他们就这样 他们真的老实讲啦 有人问过我 我觉得这样比较传神 就是一群冲动的老年人 你还又这样 跟一群敢于行动的中年人 哈哈哈 然后包含一个 怀有电影梦 但尚未成名的导演 组合了协会 哈哈哈 所以你就不包含那个中年人 跟老年人的两个群众 开玩笑我在里面算 哎呦 哈哈哈 你惨了你惨了 哈哈哈 就是他们真的是很用心 我真的有时候看 真的是很感动 嗯 就很 他们真的是花很大很大的心力 在在这件事情上面 去完成这件事上 对 可是我觉得哦 他们愿意花这么大心力的时候 我觉得是因为慢慢那个 部落有给他回馈 小朋友的进步你看得到 嗯 爸爸妈妈越来越支持这个学校 你看得到 嗯 那你当你觉得你的努力 有回馈的时候 会让你更有力量 再去继续努力这样子 再去鞭策那个 呃 很有电影梦的导演 哈哈哈哈哈哈 再多拍几支片 我觉得很害怕 其实这支片子出来的时候 我一天到晚都觉得 会不会有续集魔咒 就每个电影 嗯 续集好像大家都评价 都不如第一集 这样子 我也没关系啊 你看反正魔界也那么多集啊 哈利波特也那么多集啊 哈哈哈哈 所以呢 你还有很多集可以努力 可是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啊 嗯 就导演费就差很多了 制作费也差很多 哈哈哈哈 嗯 好那我们再放一首歌给大家听 然后待会儿回来 吃你的手 抵恨的手 重新抚慰 我那脱碎的心田 使你身体温柔花雨 再度填满我心里长得极康 啊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